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保養品牌KC WinWin創辦人任老闆 談到自己的成功,好不必會坦承自己也靠罷 只不過現在已經走出一條跟父親不一樣的路 蔡蘭任的父親蔡耀藝 曾是北市化妝品商業工會理事長 從小家境算是優渥 但也因此在年輕時走歪路 從富二代變成因為販毒入獄的更生人 出獄後的蔡蘭任一度迷茫 不知道未來的方向該怎麼走 不過在父親的公司領著3萬多塊的薪水 直到因緣機會下開始做晚拍 還開啟他人生的全新方向 蔡蘭任靠著家裡的人脈取得保養品的貨源 到自己最熟悉的夜店 向夜貓子們推銷熬夜霜 產品透過網紅與KOL的推薦 成功在網路上打開銷路 但因為廣告投放跟電商效果不如預期 才讓他有了新的想法 不同於其他網紅人設包裝 曾經服刑的經驗 反而成為蔡蘭任的賣點 原本的保養品牌業績 也跟著短影音的流量一起成長 見識到短影音行銷的威力 蔡蘭任的商業觸角 就從保養品延伸進影音製作公司 投資了威力王的傳透行銷 並且透過自身的經驗 開始幫助其他產業拍攝短影音做行銷 從原本的試水溫到現在投資一間短影音公司 今年更投資了娛樂格鬥賽全院 蔡蘭任的事業版圖不斷跨界 但有一個共同不變的想法 讓子回頭四個字可說是蔡蘭任的最佳寫照 從過去家裡最需要擔心的孩子 到現在成為議員資本集團創辦人 可說是自己開創了一條全新的道路 請問到連市場斯文館 第一趟主題 全新的經驗